就是我們今天現場有一位男孩 他的身高完全不輸給剛剛的模特艦隊冒險者 是哪一位 對 而且除了他 等一下 我一定要講 除了他身高高之外 他能唱能跳 顏值也高 對 有才華 三高嘛 對不對 對對對 一臨璀璨之星專屬的三高 沒錯 是是是 所以今天他也在現場 我們來好好的歡迎他一下 知道他是誰嗎 金魚 來自天王星的金魚 好 我們來訪問他一下 剛剛那個原子少年每一位都在想說是我們 你有沒有偷讚目香 來來來 我們站出來 真的 哇 這好高啊 哇 真的 你身高幾公分啊 一百九十 這是標準的九頭身 跟我們超模林家綺 家綺姐是來自同一個星球 對 看來天王星是超模星球 真的很高 對 我們可以訪問一下金魚 看完剛剛的模特艦隊的演出 有沒有什麼感想 就是我覺得大家都很棒 然後雖然他們在後台可能聽不到 但我覺得每個人展現出來的那個感覺 我覺得都蠻好的 然後繼續努力 好 加油 他們很棒 真的 是 哇 謝謝金魚 謝謝金魚 謝謝 真的每一位剛剛冒險 謝謝 謝謝請回座 真的剛剛每一位冒險者表現都很棒 主表現得非常好 可選可點 氣場很強 金魚當初從模特兒出道 到現在發展很好 變原子少年 我們也很開心 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金魚現在在社群網站上超多粉絲 哇 他們現在年輕人 真的非常會經營社群媒體 對 就是在這個時代呢 如果你不會經營自己的社群 其實很難生存 讓我們從11號星球播電話回地球 地球 欸 接通了 接到了 請問是哪兩位接通 請起立 起立 歡迎林佳誠 黃文婷 嗚呼 哇 哇 哇 來來來 不好意思 我們可能會稍微擋住您 一下下 謝謝您 這位嘉賓 好 來來來 我們現在跟現場所有的粉絲呢 來打聲招呼 大家好 我是Summer的林佳誠 然後源自少年地球的Summer林佳誠 大家好 我是原始少年地球文婷 歡迎 歡迎兩位來自地球的Superstar 想訪問一下 剛剛看了他們的演出之後 你們自己覺得 目前你們的階段 你們覺得自己已經心夢成真了嗎 我覺得 成真了 60% 然後剩下的就是要靠 自己的努力去 到邁向下一個階段 是 或者是靠粉絲的支持 讓你可以填滿那40% 對 而且我剛剛看到他們 我覺得好開心 因為我平常就是 也是一個YouTube兒童 然後很喜歡看各種YouTube 剛看到他們我就覺得 哇 感覺他們拍的影片應該很讚 很有趣 對 是 文婷 我們自己其實也會在社區媒體 跟粉絲朋友互動 然後 記錄自己的生活 對 然後就讓 粉絲朋友們知道我們平常在做什麼 是 哇 其實今天真的很開心 可以邀請到原始少年 那剛剛就如同嘉誠說的 他覺得自己目前可能完成60%了 剩下40% 要靠現場所有的嘉賓 跟現場的粉絲一起來支持 還沒有追蹤他們兩位IG的 趕快追蹤好不好 掌聲謝謝 嘉誠跟文婷 謝謝 麥克風可能要還彥鳴哥 謝謝 兩位新秀真的是非常厲害 但加入伊林這個大家庭之後 讓他們一個表演 很棒的表演舞台 是 所以真的很幸運 可以從伊林璀璨之心開始 一路走到 像今天原始少年這樣的一個階段